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IOH的讲座 我是今天的讲者嘉宇 接下来会和大家分享 西楚的一些竞赛 还有实作课程 还有一些西餐的基本知识 我目前是就读国立高雄参与大学 西餐主义系的学生 然后会和大家介绍一些 西餐主义系的课外活动 我也参加过一些国内外的竞赛 所以我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比赛经验 从小我就是一个不喜欢读书的人 因为国中升高中的时候 我发现开平餐饮学校不需要读书 所以我就决定去学习一技之长 选择就读开平餐饮学校 在高中这三年呢我学习过 中餐西餐跟烘焙 但我发现我不喜欢中餐厚重油腻的感觉 也不喜欢烘焙做点心面包 特别喜欢西餐的摆盘 还有经历的老公 在高中三年呢我有参加过一些比赛 参加比赛的话主要是证明自己 而且我遇到自己喜欢的事情 我会非常努力去把握机会 在参加比赛过程我发现啊 餐饮界女生好像没有男生这么多 可能是因为女生体力没有男生这么好 像在厨房需要搬一些很重的锅具啊 器具 或是食材 但我觉得我们女生的优势是我们比较细心 细心呢可以用在一些刀工 刀工切丁切丝或是 特别的橄榄型红萝卜 那还有摆盘上面呢我们细心也可以做运用 我 高中升大学是透过季欧真神的方式 因为我高中参加过全国竞争竞赛 拿到成绩几格 然后就换到一级证兆 也顺利进了高产 那季欧真神话呢主要是参加过全国性的竞赛 或者是有拿到证兆都可以去做报名 未来我想成为一位有能力的chef 可以带领着同样热爱餐饮的团队 做菜给喜欢的人吃 我也想要开一间不会太贵 然后每个人都吃得起的餐厅 因为我想要让大家知道西餐的好 也让每个人都了解西餐的传统文化 接下来和大家介绍国立高雄餐旅大学 高餐呢他是餐饮界的第一学府 然后他也是唯一间有西餐厨医系的大学 所以我们可以专攻西餐 高餐有两个特色的校内比赛 第一的话就是新生校歌比赛 他主要呢是让我们更熟悉校园 还可以认识班上的同学 增加大一班级的向心力所举办的一个比赛 校庆啦啦队竞赛呢 他是整个科系一二四年级同学去完成的比赛 那他主要是让我们凝聚团体的精神 然后也可以增进学长姐学弟妹之间的交流 接下来介绍 服衣 服衣的话他是一个 高餐的一个大特色 因为很少大学 要在学校穿着统一的制服 那我们服衣主要分运动服制服 服济服 厨师服 因为我们是 餐课的 那我就和大家 分享厨师服 在 高餐不同科系都有不一样厨师服的领经 像中厨系呢就是 蓝色 烘焙系就是黄色 西厨系就是千鸟格 五专厨医科就是绿色 国际厨医学院就是红色 我们是按照不同的领经做区分 劳作教育 他也是高餐的一大特色 他主要是让我们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 然后 有好的精神去 面对接下来 课程 大一的话因为住在学校 所以 从早上六点半到早上七点半 我们都必须每天要少 但大二的话已经搬离了宿舍 所以时间延后到早上七点二十到八点 那一周的话可以休息一天 新生住宿 只要是高餐的学生 大一都必须住在宿舍里面 我们新住宿 要有两栋楼层 有金城楼跟勤朴楼 是男女分开的 门禁时间的话是十一点 在宿舍如果有一些做 违反规定的事情的话 我们会有公差层处 那如何消除公差呢 就是必须透过 打扫宿舍 楼层 去做 消除公差 接下来介绍西餐厨衣系 西厨系的系乎是硬邦邦 为什么是硬邦邦 因为我们必须保持强而有力的身体 还有心灵 才能在严苛的厨房环境下工作 西厨系的迷思 西餐不是汉堡薯条 西餐也不是麦当劳跟肯德基 西餐是 包括欧美纽澳等等 不同地方有不同地方的 饮食文化跟特色 然后我们也很重视外观跟摆盘 那西餐的用具摆放方式呢 他是按照吃的顺序 由外往内去做摆放 像前菜导茶就是摆有最外侧 接下来就是主餐的导茶 那上侧呢是摆放 点心的餐食 西餐的一个set 主要包括 前菜 开胃小品 前菜 汤 煮菜跟甜点 然后会按照主厨的一些想法 或者是特色去做改变 接下来先介绍开胃小品 开胃小品的话 它是一至两口的大小 以清爽酸甜为主 那 小品里面呢 我们会做大量的装饰 跟颜色上的变化 这样才能更突出 主厨 一个套餐的第一盘菜 他是门面也是第一印象 这时候主厨就可以展现自己的特色 或是 创作 去做 构想 这是我比赛 时做的 开胃小品 最左侧呢是 培根鸡肉卷 那我上面搭配的话是密制的洋葱 主要是中和调 下面油腻的培根 那中间的话呢 他是南瓜布雷 里面放有蜜南瓜 那他这样的话是 让 整个南瓜系列更有特色 味道也更突出 最右边是 传统的法式鱼慕石 我增加了甜菜根 他可以去做颜色上的变化 让他看起来更鲜艳 然后上面有放巴萨米克醋金球 看起来更精致 接下来介绍前菜 前菜的话有分 冷前菜跟热前菜 那比较常见的话就是冷前菜 像有沙拉 还有一些慕斯系列都可以作为 前菜 慕斯的话 他有 鱼慕斯 鸡慕斯 鸭慕斯 牛慕斯 只要 肉类都可以做成慕斯 等下后面会和大家介绍什么是慕斯 热前菜的话 他有像起酥皮啊 塔类啊 或是一些布雷 前菜的话 他是主菜的前夕 所以他味道不可以太过于强烈 左边的话就是我 比赛史做的前菜 他也是 鱼慕斯 他旁边有搭配一些 红萝卜酱汁 主要 让他味道 更清爽酸甜 然后也可以让他味道更有 层次 煮菜的话 一盘煮菜面最基本的就要有 淀粉 煮食 配菜 酱汁跟装饰 重量最少要在 180克 大部分的煮菜呢 会随着季节去开不一样的菜单 因为新鲜的最好吃 而且这样也可以节省经费 左边呢也是我敬菜的时候做的 菜色 那他是用鲁鱼去完成的 鲁鱼排我上面有贴上杏仁片 那看起来更加特别 后面有搭配 红椒酱汁 然后他味道 更有层次更丰富 西餐非常重视白盘 白盘有三大要素 就是颜色高度跟形状 因为 第一印象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要颜色上必须要舒服 而且也有很有特色 这样才能 让人家更有胃口 高度的话呢 我们会配合 菜里面的主食 或者是一些配菜去做高度上的变化 这样看起来才不会太过于单调 形状呢 我们会搭配一些 我们会按照 食材 以及 摆放的盘子 去做一些形状上 变化 西厨系的特色 他是以石座为主 然后目前系上有两间校内实习的餐厅 然后我们也可以大刷厨房 还有参加国内外的各项竞赛 校内实习餐厅 我们有两间 一间是Chef Room 一间是Peter Room 因为我们讲求10座 然后 这两间餐厅呢 都是我们学生自己去营运的 那我们也可以从中学习到一些餐点的制作 还有 如何经营管理内外厂 大刷厨房 是我们西厨系一个很大的特色 大一新生进来呢 我会要求他们将厨房刷到没有油垢 也没有灰尘 像是锅子生锈呢 我们要 让他们用牙签把它扣干净 扣光 然后将用具 厨具刷到跟新的一样 不但是为了 让厨房更干净 也是训练 学 西厨系的新生 或者是未来学生都可以 更有毅力还有对餐饮的热忱 然后通过这张大刷的试炼 接下来的困难都可以迎刃而解 西厨系的课程 它是教我们如何培养一名专业的厨师 大一的课程呢 主要是教我们认识食材 选购食材 因为作为基本的餐饮人 认识 食材 非常重要 因为认识食材 它还可以去做更多的运用 变化 呃 大一的课程有 食物学 基础西餐烹饪 厨艺概论 食物制作 跟食物认识与选购 还有食品卫生与安全 先介绍食物认识与选购 选购基本的新鲜的食材是最重要的 像是刚才介绍的慕斯 慕斯的话就是 肉泥或是鱼浆 加入 蛋白 或是鲜奶油打制而成的 那它口感呢 就是像很绵密 然后QQ的 可是如果不新鲜的鱼呢 它做出来的鱼慕斯 会是糊糊 粘粘的 然后不会有弹性 这是失败的 鱼慕斯 接下来介绍食品卫生与安全 厨房的安全非常重要 像是湿滑地板 在厨房很危险 因为厨房有很多 尖锐的物品 刀叉 那都 受伤了 很危险 那一进厨房 一定要先开除风机 因为 如果先点瓦斯 点火的话 很有可能发生 严重的气暴 卫生呢 对客人来说 也是 非常重要 因为 我们会有生熟食的分类 像是肉类海鲜蔬菜 都会有不一样的棧板 肉类的话呢 就是红粘 海鲜是蓝粘 蔬菜是绿粘 那熟食的话就是白粘 如果交叉污染的话 交叉使用会产生大量的 大肠杆菌 跟 长颜胡菌 还有海洋胡菌 严重的话 可能会导致客人 的呕吐啊 不然就是死亡等等 厨艺概论呢 他主要是教我们基本的菜单设计 因为菜单设计呢 对一个厨师来说 这是最基本的技能 然后我们会按照 不同的季节 去做不同的菜色的 构香 像是夏季呢 就是有 很多水果 像凤梨芒果 那这些 清爽的水果可以搭配比较 油的肉类啊 等等 冬季的话呢 就最粗产的就是 黑松露 那而且冬天呢又有圣诞节 所以黑松露可以搭配烤火鸡啊 或是压杆等等 然后 菜单设计呢 也可以让我们 做成本上的控制 然后因为叫当机的菜呢 它可以降低成本 基础的西餐烹饪 大一的 基本功是非常重要 因为要有好的基本功 接下来做的菜 才会更 更优良 那我们有一个毕业门槛 就是丙级的考试 大一也会 有丙级考试的课程 像是制作欧姆蛋 红酒炖牛肉 跟沙拉 或是前菜等等 大二的话呢 就是提升专业技能 所以实作会比较多 然后也会接触各科系 的 课程 像是日本料理 或者不然就是 烘焙的面包制作 还有一些 进阶西餐烹调啊 餐饮服务跟校内实习 进阶西餐烹饪呢 它是 更有变化的烹调法 然后也可以 更接近业界料理 像沙拉有很多的改变方法 然后前菜也可以做不同的变化 这是我们课程所做的一些彩色 像是 左上有 海鲜沙拉下面搭配的小黄瓜 它是可以手拿起来的沙拉 然后 然后右上呢是 压胸热沙拉 它是一个热的沙拉 然后 左下是 鲑鱼 冷沙拉 那 它是鲑鱼加 罗曼 还有海苔 然后外面包裹着白芝麻 然后去做 外面 就尖上色这样 那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道菜 右下的话 是 酪梨沙拉 接下来介绍日本料理 日本料理的话 主要是让我们学习 职人 日本人的职人精神 像是老师上课时候啊 不一样的 蔬菜都会搭配 用不一样的料 不一样的酱汁去做 烹调 然后 还有每一道 这样子 每一道的高汤 都必须精密的去秤凉过 这是我们准备料理 上课的三道汤 第一个是蛤蜊 汤 第二个是 淡花汤 第三个是海鲜汤 那我觉得最特别就是这一道 海鲜豆腐汤 因为呢 这里面有 配菜有豆腐 香菇跟虾子 但是老师用三个不同的高汤去做 煮熟 煮熟他们 因为老师说他不想要让 三样食材 去味道混杂 这样会破坏 食材的原本的味道 校内时期 主要班上会分一半的人上下学期去做轮流 Chef Room的话主要是卖披萨 然后 都是西厨系二年级的学生去做营运的 然后是在礼拜四 Peter Room的话也是在礼拜四营业 然后主要是做早午餐跟下午茶点心等等 那我这学期的话是做Peter Room 我的工作岗位是菜口 菜口的话就是有喊单 因为我 当一道 当一个菜单出来的话 我要 将菜色去告知每一个 每一个岗位的人 然后我要控制 甜食跟咸食的 时间 因为咸食准备过程比较久 所以 这是我必须要去注意 然后当 搭 的菜都准备好的时候呢 我就要必须审核每一道菜品质 像是盘子有油腻我就必须让他擦干净 或是摆放位置错误 我也要将他 调整好 然后 这个是我工作的项目 校外实习是 大三的课程 在校外实习的话 实习单位 主管会先来学校面试 然后会看一些校内的分数 但其中 但最重要的就是操心成绩 就像 请假 因为请假会影响一个人的态度 如果请假太多的话 可能未来在 业界 也会犯 一样的事情 那 有些单位呢 会 希望 每个岗位 都去轮流到 然后去多方的学习 但有些单位可能会希望 他站在单一的岗位 因为 他 希望学生更专精的去学习 校外实习 证照 会加分 最基本的话就是要有 丙级证照 如果有乙级证照 可能会更好一点 因为他有 或许会加性 西厨系的资源 我们有一个干净的厨房 我们会在开学期中跟期末的时候 定期的去做大刷厨房 然后我们要将厨房大刷到一层布来 这样接下来上课呢 才会有 好的厨房去做使用 竞赛 我们会报名国内外的各项厨艺竞赛 然后系上也会借出厨房 然后老师也会来指导我们 学校会有补助食材的经费 还有一季工夹奖 我们系上老师也有些也有担任过 竞赛的裁判 跟评审 西厨系带给我是实作方面比其他学校更精专 带给我的软实力像是 毅力跟抗压性 如果之后校外实习的话呢 我觉得 我可以更勇于面对 西厨系适合的特质 就是要对餐饮有兴趣 并且保有 大的热忱 而且吃苦耐劳的人 还有爱干净的 因为呢 在厨房高压环境下 我们要 长期时间的工作 早上要出餐给客人吃 然后下午可能要missan等等工时非常长 然后而且要必须长时间的久站 所以如果没有 很有热忱的话可能会 扛不住 爱干净呢 因为 我们系上呢 会长期的做大刷去保护自己的厨房 然后 而且在比赛方面卫生占很大的分数 包括桌子的整洁啊 然后切伸手时要戴手套 然后这些都是比赛评分的标准 所以 西厨系的学生 必须非常爱干净 未来的出入呢 可能是到餐厅或是饭店 当内外厂的人员 或是担任教职人员 培养未来的餐饮人 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个 内厂的岗位 像Saucier Saucier的话呢 是 酱汁厨师 因为酱汁是西餐的灵魂 每个肉类都可以搭配不同的酱汁去做 特色上的变化 然后也可以 增加味道 突出 所以他们对味道都必须非常的敏锐 然后Saucier工作呢 就有制作酱汁 炖炒食物跟热开胃菜 都是他的 负责任范围 餐饮业非常辛苦 还有很多职业伤害 就像长期的去做test 可能会 味觉疲劳 然后就会越吃越重口味 越吃越咸这样 然后 最基本就是像刀烫伤 然后肌肉拉伤等等 而且工时又很长 然后 很容易被投诉 但我觉得 当一个厨师 完成一道菜出给客人 他一定是有十足的把握 所以 其实作为客人最基本的就是尊重厨师 就是将他的产品 吃光 然后 这是给他最大的鼓励 客外活动的话 就是像由星火相传的活动 他是我们西厨系的一个特别活动 然后星火相传的就是透过 活动去认识 大一大二大四的直系 然后一年级呢我们还会有一个寿臂章 这个就是臂章 这是我们西厨系的臂章 他上面有西厨宝宝 透过寿臂章去 恭喜他们透过大刷的事 恭喜他们通过大刷的试炼这样 然后也欢迎他们加入西厨系这个大家庭 夏令营 他是透过三天的活动 让高中生更了解西厨系 三天的活动呢就从宿舍 然后到 校园 还有 披萨屋 去食作披萨等等的一些活动 那我在这夏令营的活动 我是担任内厂组的 所以我是负责这三天的餐食 那我觉得 非常的累 因为 我们有一道菜是 需要 我们一道菜是煎鱼 然后他是需要很新鲜的鱼 那 鱼室 我们必须自己去采购鱼 然后鱼室的时间 又是 半夜两三点 所以我们几乎是没有睡觉 一离开厨房 两三点呢 去鱼室采购鱼 然后 连续三天 真的非常的累 但是 也做得 很开心 在 西厨系也会举办 各场的宴会 多人宴会 那在夏令营 我们也有一场宴会 也是做给高中生吃 那里面我是担任副主厨 工作 我是监督厨房的 工作的进度 还有一些 食物的备制这样 那我觉得 里面最特别就是 打盘 因为 我们必须 宴会的话 必须快速的打盘 因为盘子都是有加热过的 然后我们不要让盘子 冷掉 然后也不能让菜冷掉 所以我们必须 每一个人拿着 自己分配到的一些 像配菜 不然就是肉类 不然就这样子 去做 轮流的 打盘 接下来分享 比赛的经验 比赛的意义 比赛优点呢 是 让技术更扎实 但是缺点就是没有自己休息的时间 你必须用自己课语 不然就是加热时间去做练习 然后 是将有限的食材 做出最大变化 然后也要保持稳定性 我推荐参加比赛 是因为 可以有一个目标 可以增加自己的动力 在高中跟大学比赛 我觉得我自己 有不同的差别 就像 高中比赛目的呢 是升学 可是大学的话 是希望有一个目标 可以更精进自己 然后也可以 不浪费学校资源 那在高中比赛的时候 可能没有经验 所以我就会去到处翻书 找资料 可是大学 有了自己的想法了 然后会去先去 利用自己的想法 去完成一道菜 然后去询问老师的意见 高中因为开屏 没有上课 所以我可以从早到晚 早上九点到晚上九点的 每天12个小时的 去做练习 可是到了大学 有必须上课 而且 早上又要很早起 所以 就是 先必须跑完早上的一些课程 然后再利用自己课余的时间 去做练习 那在高中 比赛的时候 我的收获是 可以读到 国立的大学 然后也有拿到一级的证照 那大学的话 我的收获是 有 奖金可以拿 然后 也可以认识一些 同样喜欢餐饮 志同道合的朋友 高中比赛呢 我觉得我从 懒惰变成勤 然后 我让自己的生活有目标 然后大学的话 我增进了自己的能力 比赛 比赛之与业界 优点是 有证照 因为比赛会有时候会 可以获得证照 但是 有证照的话 可以让机会更多 但是比赛缺点就是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 比赛的人很高傲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可能 要比 比其他人更努力 做得更好 让大家认同 你才会对你改观 比赛的前置背 就像比赛报名 是只要 想比赛都可以报名 但是 人太多的话 就会进行初选 会内赛的一些 活动 经费的话是学校会出食材钱 但是出国 自己的费用就要自己负担 可是 也可以参加一些国内的竞赛 可能 不需要负担这么多钱 那比赛的话 只要通过报名资格 简章就会发下来 就会知道题目 国外的话准备时间是 一到两个月 国内四个月 因为国内竞赛会有比较多的 一些 项目 然后天数也会比较多 比赛的评分标准 像卫生是30% 时间20% 味道50% 卫生的话 桌面整洁 还有伸手时的分类等等 时间20%就是最重要的就是 不可以逾食 只要逾食的话 可能这一个时间的20% 就会没了 味道的话会按照 评审的感觉去做 但是 只要把 味道保持在好的 自己都愿意吃下去的话 那 评审应该也会喜欢 参加 接下来介绍 我参在 西厨系参加的一个比赛就是 Hoffice 香港厨艺竞赛 参加这个比赛呢 是为了要跟学长去学习 所以去决定参加这个双人赛 它是双人赛 2-2 Tango 然后 我学习到了默契的配合 因为参加这个比赛呢 他是需要一个人切菜 一个人煮菜 去完成的 如果两个人同时都在做同样的事情的话 可能会被扣分 那 可以学到 从学长身上会学习到一些 进阶的烹调方法 就像发酵 蘑菇 这很特别 他就是将蘑菇放在真空袋里面 然后 真空之后去做室温的发酵 然后 因为蘑菇会出水 然后利用这个出水 的水 去炒东西 东西都会变得很鲜甜 我觉得很特别 这两盘菜就是我竞赛的时候的菜 那 左边的话呢就是前菜 他是 酪梨 鲑鱼卷 然后旁边搭配上是 Pico的 干贝慕斯 还有一些绿油啊 然后 优格去做 味道 跟装饰 那左边的 右边的话就是 低温烹调的牛小排 然后还有 牛肉球 然后牛肉球里面呢就是刚才介绍的 发酵蘑菇去炒的蔬菜 味道特别 全国技能竞赛 全国技能竞赛 也是我 刚完成的一项比赛 他是劳动部举办的技职比赛 他是技职国首的选拔 然后只要想 想拿证照的话 都可以参加这个比赛 因为只要成绩及格 他就是会有 免数科的 条件 这样 比赛的准备过程呢 他是分 四个月 像第一个月呢就是刀工的练习 然后回学校的话 就是在慢慢的练习 设定菜到最后的跑模拟赛 他准备过程有刀工 再就是订菜 然后后面是味道调整 到最后的模拟练习 就可以出发去比赛了 先介绍刀工 他这个是练习最基本的 刀工像是 洋葱丝 洋葱碎 然后红萝卜橄榄 跟五刀型马铃薯 柳橙去皮跟取鱼肥力 我觉得这一刀工 没有任何的 能偷懒的方法 唯一只有 努力的去练习 才能做到最好 左上呢就是 鱼的肥力 他是将一条完整的鱼 去做去鳞 去内脏 去腮 然后 到 去除骨头 跟去皮 然后才有这两片鱼肥力 右上的话呢是 柳橙 柳橙去皮 然后 这个比较难的地方就是他必须将柳橙 削到 圆弧状 然后不能有铃角 所以刀子要非常的力 然后 左下呢是 五刀型马铃薯 他必须将他 规格都 削到一致 然后是7公分 那 右下 是 最基本的 西餐的导工 就是红萝卜橄 他公分柱呢是要在6公分 然后 他 可以削尖头也可以削平头 就是按照自己的削的方式 但是削这个 要削到一致 真的是需要 很长时间 去做练习 订菜 是最难的环节 整盘菜的 从零到100 都是从订菜这边 去做完成的 然后 订菜的时候要一直很有想法 然后一直去尝试 一开始呢会先设计 菜单的草图 然后慢慢去做练习 然后在 必须要在固定的食材下 发挥很大创意 才会有加分 然后订菜的挫折 就是 一直失败的时候 可能会浪费食材 然后有时候会不好吃不好看 解决方法就是 不要做太大量 然后要去慢慢调整配方 慢慢练习 味道调整 味道很重要 味道就是 一道菜最 大的分数 要将味道做到符合裁判的口味 然后吃起来要很舒服 舒服的定义就像 柳橙配鸭胸 因为 鸭胸的油腻 柳橙 可以 去综合掉 模拟练习 主要是提高稳定性 因为 在比赛的时候 只要时间一开始 就是 会很紧张 然后他可以减少 在 高压的环境下的出错 然后练习的时候 一定要压缩时间 就像可能一个小时的比赛 要压缩到50分钟 或者是 45分钟 可是这是为了要 避免 比赛紧张的时候 预食 这样 这是我全国技能竞赛 决赛时候做的 一个set 然后 前面就是刚才介绍的 开胃小品 然后右上话呢 是 汤 它是 番茄 汤 然后里面有搭配 海鲜的面角 还有上面有放 网柄 跟食用花去做装饰 那 左下呢 是 牛脸颊的 一个煮菜 那我 牛脸颊呢 我是用 长时间 然后给它去炖煮到 很软 然后 把它切成小丁之后 包覆着 FILLO皮 它吃起来是 里面是很浓厚的一个 牛脸颊的 味道 然后外面是很酥脆 然后我有搭配 青酱炖饭 让它 味道更 更有层次 然后 优下呢是我的甜点 比全国赛是最容易放弃的时候 像练习四个月 然后中间会 练习四个月 然后再比区域赛 中间休息两个月之后 再继续练习 再继续三个月练习 才能比全国赛 因为 休息的时候就很容易松懈 然后 有时候心态会调整 不过来 就会 很想放弃 可是 我觉得 那时候我最大的动力就是 我想要证明自己 我想要赢过所有人 然后 也有一个 收获就是 可以拿到 奖金 还有 成绩 最后 跟大家分享我的心得 跟收获 想跟高中时候自己说 谢谢那时候辛苦的你 谢谢那时候的我 又把握住机会 然后成果高中的 困难的一些比赛 然后让我自己 现在 连在 高餐 去做自己喜欢的西餐 想跟五年后 我说 要成为善良的人 希望自己可以不要忘记 那时 当初的 想要做菜给 喜欢的人吃的 那一个心 不要偷工减料 不要再用不健康的食物 去给 每一位消费者跟客人吃 那我们要谢谢 蓝金隔音门林经理的分享 就是人生的定位及努力 一样重要 这是我 上面的 介绍的照片来源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去做参考 谢谢大家收看我IOH的 讲座